这是毛主席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 打败了多年宿敌 解放了全国人民 还和昔日的老友一起见证中国的未来 这就是1949年开国大典 可相比较于毛主席的春风得意 多年宿敌蒋介石却没有这么安逸 那么他在谋划些什么呢 欢迎百度搜索开国大典 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点个三连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1949年3月 在北平和平解放两个月之后 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人进驻北平 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 新政府的准备工作 在大家的一致决定下 开国大典定于1949年的10月举行 并分为了典礼 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这三个环节 而作为国家元首 毛主席会在典礼开始之后 在天安门上全程参加典礼 当时北平刚解放不久 蒋介石留下的敌特分子还很猖獗 所以为了保护毛主席的安全 在筹备开国大典同时 周总理开始在北平大肆追捕敌特分子 蒋介石败逃台湾前布下特务网 因此被连根拔起 敌特分子交代 他们奉蒋介石之命 准备在开国大典的时候 偷袭共和国领导 解放战争结束之后 国民党虽然大败 但却依旧拥有制空权 如果蒋介石在开国大典进行时前来轰炸 后果十分严重 为此毛主席果断决定 让仅有的几支空军部队实弹飞行 以便及时应战 但是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开国大典开始的那天 一直到仪式结束 蒋介石也没有突然出现 原来在开国大典开始之前 蒋介石的确想要靠空军突袭破坏典礼 甚至为了保证突袭成功 老蒋准备了整整200架飞机 这么高的军事配置 光靠蒋介石自己自然是无力承担 全部开销 考虑到美国一直都是自己背后金主 蒋介石便给美国写了一封信 并且让宋美龄代替自己 前往美国求援 可是在明白蒋介石的用意之后 美国却是一反常态 拒绝了蒋介石的求援 哪怕宋美龄使劲浑身解数 美国政府也只愿意提供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要知道为了说服美国出手 光是宋美龄前往美国游说的开销 就已经不止4亿 美国的这一举动 摆明就是想坐山观虎斗 无奈之下 蒋介石只能是启用自己留在北平的敌特网 想要利用敌特分子 在暗地里给共产党重重一击 可是蒋介石没有料到 他引以为傲的敌特组织 早就被公安部门全部查获 眼见自己最后一次希望也被掐灭 蒋介石失望极了 绝望之余呢 蒋介石本想耗尽家底 用200架飞机做最后一搏 可是部下传回的一个消息 彻底让他断绝了反攻大陆的念想 就在蒋介石准备让战机起飞的时候 他的部下突然前来汇报 称开国大典上出现了17架飞机 且都是实弹飞行 这一消息让蒋介石措手不及 一直以来国民党都是牢牢掌握着制空权 所以蒋介石认为 共产党不可能拥有自己的飞机 如今的共产党的飞机在开国大典上实弹飞行 即使蒋介石有充足的财力 驱动自己的200架飞机 他也无法保证 在顺利完成攻击任务之后 自己的飞机能不能平安返回 对于已经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来说 任何一丝冒险都有可能让蒋介石的苦心经营 复之一句 因此在布下再三询问之后 蒋介石最终决定放弃攻击计划 不再阻挠开国大典举行 就这样举国欢腾之日 困守台湾的蒋介石 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 选择了沉默 他的经历也从某种程度上 映射了国民党的衰落 好了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了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 加过关注 下期见 点赞评论